虚妄的境界跟真实的境界融合成一体 这是四世真相 真不爱妄 妄也不爱真 正如同我们电视画面一样 真是什么呢 真是屏幕 往事里面的四世 频道再多 几百个几千个频道 没关系 有没有妄碍屏幕 没妄碍 屏幕永远不会被你了 这就是慧能大师讲的 和其自信 本自清净 画面是动的 屏幕是近的 本无动有 画面有生命 屏幕不生不灭 没有生命 生命不妨碍不生命 不生命不妨碍生命 我们从电视屏幕跟画面当中 领悟佛经上所说的 深深的道理 你在这个里面就看懂 就看明白 然后一回头 现实环境 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 愿容无碍啊 然后你才想到 一年觉 就妙气正如 好像做梦一样 忽然知道 我现在在做梦 觉悟了 不觉悟的时候 迷有苦啊 有苦有落 觉悟之后 灭苦落 了不可得 落在哪里 哎呀这个人很快乐 那是个假象 在屏幕是个假象 屏幕决定没有落的样子 它干干净净的 一尘不染 里面形象是幻想 不是真的 落如是苦也如是 苦落都不可得了 这人叫明白人 这人叫觉悟的人 觉悟明白就叫做佛陀 印度人称为佛陀 这都叫做佛陀 这都叫随缘妙用 方便实现 这都叫做佛陀 一人叫做佛陀 这都叫佛陀